一批54万剂的BNT疫苗 在今天清晨抵达台湾了 这批疫苗也是首批客制化标签 包装上面没有复辟态的简体字字样 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就表示 10月1号还会到获60多万剂 4号再来20多万剂 另外呢就是台湾自购的AZ疫苗 也在下午到获了65.6万剂 那么指挥中心现在就透露了 第11轮的接种规划呢 会提供BNT疫苗第一剂施打 将优先的开放给第9类12到22岁 以及49岁以上的民众 而且不排除呢会再往下开放 至于现在呢还有不少人在苦等的 第二剂莫德纳疫苗 下一批何时会来 陈时中也松口说 近期应该有机会 期待已久的第三批BNT疫苗 终于在30号清晨抵台 总共54万剂是首批客制化标签 包装上没有复辟态的字样 指挥中心还特地展示 它的评深及盒装照片 和契约约定的内容相符 而同一天下午 台湾自购的AZ疫苗 也到货65.6万剂 为防疫再添战力 不过BNT疫苗原定是周周到货 但9号第二批疫苗抵台后 就延迟出货至今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就表示 10月1号还会到货60多万剂 4号再来20多万剂 补上先前没到货的数量 而这几批BNT疫苗 将会开放给谁先施打呢 强调BNT疫苗 还是先提供给第一剂接种 会在第11轮开放 预计10月13到20号开打 优先提供给第9类族持 12到22岁 还有49岁以上的民众 且不排除会再往下开放 而第11轮也同步开放AZ第二剂接种 占定给55岁以上民众 至于国产高端疫苗 因为目前还剩余超过百万剂 接下来不用再透过疫苗平台预约 想打第一剂或第二剂的人都可直接到诊所或部立医院 至于久久没来的莫德纳疫苗 到获进度也备受关注 莫德纳应该也有机会 应该有机会会来 那到的时候再跟大家做报告 城中松口莫德纳疫苗 近期有机会再来台 让打完第一剂的民众 优先击中第二剂尽快获得完整保护力 接送我到